由台式大和精美女中组成的中华女子拔河代表队 高举冠军金杯享受荣耀时刻 他们上周在瑞典举办的世界杯式外拔河赛 包括锦标赛和公开赛 参加六个项目通通摘金 缔造首度全金创举 反台后接受表扬 尽管先前的辛苦训练 让选手的手掌上布满大大小小的后剪和疤痕 但现在回想起来 所有辛苦都值得了 人家说好的事情 就是总是值得等待的对 然后现在你在谈论这件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回想那些过去种种 你会觉得哇 我就这样走过来 其实这就是简单 其实就是我们的保护膜吧 过程很辛苦 因为就觉得怎么拉都怎么破 可当你长点之后 你就觉得手没那么痛 这批胜利女孩推向巅峰 教练过身功不可没 六年前首次带领拔河队 在世界杯夺冠以来持续耕耘 过去最好成绩是2014年的三斤一同 今年则是首度攻克女子540公斤锦标赛 写下6斤的难得纪录 尤其女子500公斤锦标赛 更缔造了史无前例的四连霸 9月11号完成6斤纪录的那一天 正好是郭老生日 成了最棒的生日礼物 在我生日这边终于把最后的板块给 最后的拼图给凑齐了 那非常开心选手给我一个最棒的生物礼物 他们愿意牺牲这种爱美的一个天性 然后让自己珍重 然后让自己晒黑 然后把手磨成这样子 然后就参加训练 最后在高张力比赛 顺利能够获得很好成绩回来 那我非常敬佩他们 拔河队员凯旋归国 享受难得的短暂休息时间 接下来又要上级发条 备战明年的拔河室内赛 期待胜利女孩们 延续团结一致的信念 再度拔出一座座冠军 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导